香港雨傘運動前學生領袖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 在以視像參加美國國會就港版國安法的聽證會後證實 他已在國安法生效之前來說 但不便透露身在何處 他強調未來將會專注在國際上為香港引發性 羅冠聰表示鑑於情況十分不穩定 他很難計劃任何事情 但鑑於不太可能實地地這樣做 他肯定會在國際層面上保持聲音以及積極性 並且傳達香港人的要求以及聲音 他將會繼續與他在位置上做鬥爭 並且希望民主以及自由沒多久將來到香港 香港眾志常委及創黨主席羅冠聰 星期四晚間在社交媒體表示 他面臨的選擇是明確的 要是從此沉默 要是以民間外交方式向全世界警告中共專制的擴障 他肯同意在美國國會作證時作出這項決定 決製承擔這種責任 香港眾志主張民主自決 在港版國安法6月30日生後節已解散 羅冠聰表示作出決定前有相當多考慮 包括自身與其他人的安全 他感謝外界的關心理解及體諒並且表示今次一別 尚未知度歸期 2年26歲的羅冠聰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說 香港的示威亦是命運 令世界認識到中國真正的威權主義 全世界應該站起來將人權置於經濟利益之上 羅冠聰在中共操控的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30日通過港版國安法後 在社交網站宣布退出香港眾志 他7月1日下午透露 會以視像方式出席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 陳述港版國安法對香港法治制度破壞 並且聲稱參與聽證會要面對一定的風險 證詞或成為中共邏輯罪名的藉口 他當時還未透露已經來港 而之前 港區國安法在7月1日前入通過後 羅冠聰、香港眾志秘書長、前學生領袖王之鋒 以及主要成員周庭等都宣布退出 而一直被中共視為港獨團體的香港眾志隨後也宣布解散 王之鋒和雨傘運動的風雲人物周庭兩人 因為仍然有案件在身 早已亦被限制離境 中共向香港喉舌《文匯報》7月3日表示 羅冠聰是在6月27日下午出席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論壇後前往機場 會合香港眾志前副主席、書人大學二年級學生鄭家朗一起搭機 離開香港前往英國 羅冠聰在2014年爭取真普選的佔領運動當中 以學年常委之一身份參與領導 雨傘運動後出任學年秘書長 之後與黃之鋒、周庭等創建了香港眾志擔任主席 羅冠聰2016年23歲時參加香港立法會選舉成功當選 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 但後來因宣誓時獨詞與調被剝奪議員資格 而此外被港傳在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實施 有可能遭到當局逮捕的黃之鋒 星期四晚上在臉書貼出數張在競選拉票的照片 他表示是無處無難完全是無缺 仍然在南鐵擺街站和大家交流、聊天、接受採訪 發傳單一切亦是得來不易 黃之鋒感謝香港人7月1日站出來 並說如果出來的人數不夠多、完全細菇力藥的話 說不定他已在1日晚間被他們常門抄家拘捕 而另外壹傳門創辦人、香港民主運動資深人士黎智英 近日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表示 隨著港版國安法實施他所認識的香港已死 認為香港已完全被鎮壓以外操控 情況比想像中更差 但強調會繼續留在香港 爭取民主只會安排家人離開 他說香港人未來通電話已在社交網站留言 真要非常謹慎 相信很多香港人將會因無法適應而離開